請請主委 委員好 主委好 這裡有關於森林法 有關原住民零產物問題之專案報告 本席這邊只有一個建議 因為你在最後的結語是說 會積極會同園民會完成 原住民族採取傳統領域 土地森林產物管理規則 那我這裡的建議就是 我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在于原住民族传统领域 针对原住民传统领域主体的部分 这个部分不是只是农委会会同原民会 因为农委会跟原民会 没办法帮传统领域的主体做决定 那也因此要确实的跟传统领域的主体 就是部落与原住民族一起协商跟讨论 好 接下来就是说 最近几年我们都知道 就是极端气候越来越严重 甚至就是整个台湾的高山 遇到这种频繁的大雨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会有土石流失的情况 对不对 那也很多人就是把这个矛头指向高山农业 说高山农业是水土流失的元凶 所以要把高山农业赶下山 请问主委您对于高山农业的看法为何 谢谢委员 我觉得高山农业也是要看它的位置 有些当然也要看它是什么用地 那如果是山坡地的话 遗隆墓地都没有问题 那像刚刚我也报告过林地 我们现在对那个 我们乡亲如果在国有租地造林地啊 它原来没有造林的部分 我们在去年9月林路局也修正过 可以先定到107年12月31号 那在107年以前 那如果造林达到30% 就可以和平共存啦 所以就是有关于高山农业林地的部分 你们会觉得说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在林地上有浅耕的植物 就不利于水土保持 所以山坡地或是林斑地 就是要种生耕的林木嘛 对不对 我们是种30%啦 所以现在的 现在政策就是在逐步收回 国有林班地来造林 是不是这样 没有 我们要求说到107年以前 种30% 那它70% 百分之几就可以 依照它原来的种植这样 好那我直接提收回的部分 就是根据国有林出租 造林地补偿收回计划 办理收回 没有错 那损失是根据国有林出租造林补偿 收回作业要点补偿 对不对 那关于收回的部分 其实林务局收回的补偿 是一次性的嘛 对不对 那个局长说明一下吧 跟委员报告 基本上是一公顷是30万 但是呢 假设农民林农认为说 30万是不能够反映 它实际上的价值 我们就实施财机调查 以实际调查的所得的价金 来补偿给它 也是一次性的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的状况 能不能去补偿到农民的损失 那其实很多的农民 不委员报告 就是说 如果 林农愿意用30万的 那就30万补偿 那如果说他认为 他的价值高过30万的 我们就实际财机调查 以所得的价金来补偿给它 好 也是一样 这个补偿的方式 到底能不能真正的 补偿到农民的损失 这个是本席比较一意的部分 因为很多的农民 一辈子都是投入在这上面嘛 那你给予的补贴跟转介到其他工作 这样的机制到底够不够 其实也是本席考量的 比如说现在有山高山农业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政策 都在禁止高山农业 比如说 今年阿里山的山魁 是不是要在今年底 全面敬重 像这样的问题 请问一下 如果是现在这样的状况 我们是不是又要把一堆农民逼死啊 跟委员报告 山魁的问题是由来已久 那事实上也受到很多的环保团体的关注 没有错 也同时受到监察院的调查 随途保持很重要 本席非常肯定农委会的努力 但是问题是 我们有非常多的高山农民 山上在山上居住的人 其实他们是以高山农业 作为他们的生计 没有错嘛 现在提到的是山魁 接下来可能是高丽菜 青椒 还可能是一些山上的果农 他会遇到的是水蜜桃 田氏跟栗子 请问一下部长 请问一下主委你要怎么处理 跟委员报告 刚才我们主委已经讲了 就是说有租业的部分 百分之三十 然后呢 其他百分之七十 原来作物就留存在那个地方 但是现在刚才讲的是山魁 山魁 那个是无权占有林地 他没有跟我们任何的使用的关系 所以当年就是经过二十年的研议 一直研到说在一百零五年 希望山魁能够用和缓的方式收回 所以事实上这个事情 已经延宕很多年 那监察院调查 那对于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在这个山上 有很多的在于敏感地区 环境敏感地区的农业 都有可能像山魁遇到同样的问题 因为我之前看过新闻报道 你们说山魁是不利于水土保持 对不对 主要的山魁的产生原因 除了它对水土保持有影响以外 它对水盐的影响 增南乌的水库有影响 所以在 那请问一下 针对像这样子的环境敏感地区的农业 例如说山魁 为例 林务局做了几次的研究案 那这些研究案 是不是只是为了证明山魁 不利于水土保持 我们做了两次的研究案 长达差不多六七年 那研究案的结果是什么 研究的结果是山魁在水土保上面 对没错 那这样的研究结果代表了什么 研究结果是一个科学的研究 请问一下 你们找了临市所 对不对 然后甚至也有研究 就是说 在低海拔地区 还有植物工厂栽培的山魁方法 不过像这些的研究 你找了农市所农改厂 与其他大学农业栽培的系所 一起去共同研究吗 我们委托两个不同的大学 在不同时期 对当地山魁在阿里山种植的水文 做了彻底的研究 所以得到的结论 是用和缓的方式收回的 就是要收回嘛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要提到的就是说 现在有可能 在环境敏感地区的农业 不论是高山 山坡地 水质 水量保护区 这些农业 都可能跟刚刚所提到的案例 有相同的冲突 那这些 这些山魁 不管是山魁 高丽菜 水蜜桃 这一些农作种类 都是台湾普遍性的问题 甚至有很多地区 是原住民居住在这些敏感地区 我们拿山魁为例 这些的政策 其实你们有考量到 有没有另外一个研究的方式 我举例啦 我举例德国的方式 好不好 德国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 就针对高山牧场 去先做研究 高山牧场的经营 要如何兼顾水土保持 甚至呢 他已经研究到 经营兼顾水土保持 比如说 他影响到 这个乳牛的秘乳量 所以呢 这样的损失 他就会做补贴的方式 这个叫做环境补贴 那这里 其实简单来讲 德国会根据农民所受限的程度 以及不同的事物特径 特性 先研究环境友善的农业技术 因为时间不够 我在这里 其实要强调的一件事 高山农业不是农业的本身 而是山上住民的生活基本权益 我们一定要研究出 如何让农民 可以作为一个农业转型 甚至是说 不是只是一昧禁止 一昧禁止会造成 农民跟我们农委会的冲突 所以麻烦就是在 在一个月内任务编组 针对环境敏感地区的转型 成立环境友善农业推动小组 除了这些相关的环境研究之外 必须要有农业的研究单位 农改厂农事所 以及相关的大专院校 第一阶段先针对目前高山农业的争议的地区 与作物的种类 以环境友善跟作法 以及永续环境措施两个重点进行研究 并同时提出合理的补偿 以及补贴的方案 这样主委能不能做到 公委员报告 如果是合法的土地 我觉得应该做 因为高山农业也可以维持 但是如果是占用国有临班地的话 我们假如再给它补偿的话 可能我们又会要接受监察院的担任 山葵这个部分 只是我举的案例 我知道 我是说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有很多的情况 对 麻烦就是说 其实我们做研究的时候 可不可以去找更多的国外案例 他们怎么去针对像这样高山农业 碰到就是有关于生态保育的问题 他们的研究方式 而不是我提出一个政策 你进职 你进职你只会逼死一堆农民 那你要先做辅导 甚至要先帮他做好研究 好我们来做研究 就针对 因为我觉得农事所改良厂 跟相关的学者专家 大家组一个小组来做研究 针对不同的样态 也是应该可以做的 但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如果占用的话 那当然因为它是 违规占用国有土地的话 那我们如果再辅导它 那当然就变成说 所以那个部分我想做不同的 针对农民如何辅导它 去做一个转型 这个是很重要的 假如可以转型更好 你也要告诉它怎么做 没有农民不会知道它要怎么做 才能对这个土地友善 是我们最近有一个专案 就是种槟榔 我们辅导它转型 它也是合法的 但是我们也希望辅导 高山农会如果他希望辅导转型 那这个我们来研究规划是可行的 那本席其实也有提出 就是临时提案 那也请主委看一下 好谢谢 谢谢 好